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圖明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打臉的實路 生產前有一些想像 那現在寶寶出來之後 到底打臉自己多少事情 一臉出來 誰啊 我 好 我們來分享 第一點 懷著寶寶的時候 以及還沒懷他 但想像要懷孕啊 以及有小孩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哭就讓他哭 一定要寵壞他 不要一哭就爆 跌倒地板壞壞 NO 為什麼都是別人壞壞 你自己就沒有壞壞嗎 對啊 你最壞你在那邊哭 就你 對啊 有沒有想過問題 可能出在自己 不是別人的問題啊 為什麼什麼事都要用哭來解決呢 好啊 我們想的 我們不會這樣 一哭就紅 結果呢 這位狼媽媽 哎呦我怎麼了 恭喜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啊 寶貝怎麼了 跟媽媽說啦 對我畢一個音樂的說話 不是 也沒有都是這樣 我還是有分他 他的哭聲的 講到這裡聽起來很可怕 好像說什麼 我就是很寵溺的恐龍家長 NO 也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他如果大哭 一定要馬上去看 因為他可能不舒服的話 發生什麼狀況 一定要去看 那如果說他沒有怎麼樣 比如說我幫他畫了尿布 我把他放在音樂床上 去收拾一下那些雜亂的尿布的時候 他給我哭 因為我離開他在那邊哭 哭的時候呢 就還是會覺得 喔他哭了 很想抱他 可是我還是有忍住 我就會跟他說 寶貝啊我們不要什麼事情都用哭來解決 這個只是離開下下 你的尿布總是要有人處理 你的環境必須要有人維持啊 你不能這樣就哭啊 而且你每個都這樣大哭 我怎麼能夠分辨你什麼時候是 真的不舒服 我剛溝通完之後呢 我覺得恭喜寶寶其實是聽得懂 他有進步 他只要想我 他就會用 哼哼 我要哭囉 你在不來我就準備要哭囉 就微嗨這樣 你真的帶不來我就要大哭了 眉頭一皺 然後臉就紅就大哭 我覺得蠻可愛的 來第二點 before我們是覺得 我們會是個虎嗎 我也覺得我是個虎嗎 雙虎嗎 跟雙白臉嗎 就是兩個黑臉兩個白臉 大家都好的話 我們就一家合樂 兩倍的幸福 兩倍的快樂 那一旦真的是要管教的時候 兩個媽媽會有不同的 反正都是黑臉 我想要補充一下 之前就有粉絲問說 如果有兩個媽媽 感覺真的太幸福了 然後我們就說 你確定喔 如果你的媽媽有兩個 你感受一下覺得怎麼樣的 想想是不是覺得被幾八糧 不是 而且這可是我們兩個很常 方向一致 理念蠻一致的 所以要白之後一起白 要黑一起黑 但是黑轉白還是會有一個人 先慢慢把這個黑 慢慢變白 然後另外一個就會跟著慢慢變白 就又變黑半白 大概邏輯是這樣 說到這個虎嗎 我本來以為 從小就開始會有種比較 怕寵壞小孩嗎 會比較嚴格一點 覺得講話應該就是 為什麼要跟小孩在那邊 娃娃音講話 就跟他講話就好了啊 來 我們請其實是請幫我們 replay一下 任何娃娃音講話的部分 哈囉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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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吃醉醉吃醉醉 來寶貝 和奶奶囉 恭喜寶貝 好棒喔 恭喜寶貝好棒喔 來 對對對 好棒好棒 好棒喔 OK大家看完了齁 我覺得太丟臉 講寶寶之前 我覺得要先檢討一下我們自己 有一天 娃特我們的朋友 就跟我們說 欸你們講話 對方是兔兔跟狼嗎 沒有啊 哪有啊 然後我們兩個就 關掉這個話題 過一陣子我就說 蛤小狼會覺得 你看 你看他小狼 我們兩個就覺得說 我們真的是完全沒有自覺 然後稱自己是兔兔 叫對方是乖狼 我覺得好噁心喔 最可怕的是沒有自覺這件事情 對我們沒有自覺 其實我在奶英跟這個 恭喜寶寶講話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自覺 我一直覺得我只是 比較溫柔的跟他講話 但並沒有這麼噁心 我有一天 他就是弄完這些 可能有錄影吧 開始看毛片的時候 聲音放出來 剛剛那是我 我覺得我自己都快受不了 我不行欸 你怎麼沒有打我 我不准用這個聲音跟小狼講話 可是我就覺得 妳是在跟他自然的胡動嗎 好噁心 我自己受不了我自己 我怎麼辦 所以大家打臉的地方 就是以為自己是胡嗎 是不是講話都是那種 啊 我們家恭喜小寶寶 但是我覺得跟他相處時間久一點 比如說睡覺前 我覺得睡覺是一個 reset 睡醒了之後 你就會跟他奶英 然後開始隨著一天時間 拉長長 我有那個奶英了 來啦喝奶 趕快喝奶 打臉很大欸 你們有聲音是這樣嗎 欸錄影 不要否認 不要否認 你們一定會想否認 你們第一時間就想否認 就跟我一樣 我覺得我沒有 這不是認識的我 沒有 來下一點 打臉我自己 before的我是覺得 我跟寶寶沒什麼連結 所以在胎教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我 跟他無話可說 你就是不太跟寶寶講話 但是這個情況下 你會跟寶寶講 就是你在外面 比如說我帶他去吃飯 外面等你後衛的時候 就會看到很多小男生跑來跑去衝來衝去啊 恭喜你看了嗎 媽媽不喜歡這種小孩 怎麼可以把那個大馬路當遊樂場這樣玩 媽媽不喜歡 非常不喜歡 你知道我嗎 以後不要叫 太教的時候我都是走一個 軍事化的媽媽 可是結果生出來之後 這個連結好像超乎我的想像的那種感覺 而且你有點像恐龍 你慢慢的才意識到這個連結很強烈 他還在你肚子裡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跟他超有連結 出來之後我也覺得我跟他超多話想說 是因為他現在還不會跟我講話 不然我跟你說 以後就是我們兩個會聊天聊很多 這樣喔 那是什麼時候開始發現 兔兔其實跟這個寶貝的日子 有非常深刻的連結呢 是因為我們後來發現 自己帶小孩其實不是不行 但是因為我們有工作要做 小孩沒有辦法被拖山照顧 所以我們送了保姆 兔兔就開始很認真找了保姆啊 找了拖映 找了各式各樣然後我們就去面試嘛 去了解嘛 了解完之後呢 終於到了送保姆那一天 送出去之後呢 我終於覺得我有自己的時間了 我要好好的來打理一下 然後這時候呢他就不講話 我好想哭喔 怎麼了怎麼了 我會不會把我們小孩賣掉 我覺得公子長得很可愛 他應該很好賣 我真的好想哭喔 然後你就說 來我懷裡來我懷裡 來來來我先陪你看一下寶寶的照片 我跟你講這個照片為什麼會這樣拍 這個錄影在錄什麼 我就跟他解釋 然後看好多好多 他都覺得心情比較平緩了 寶姆傳了公子的照片說 在幫他練習抬頭啊 給他看字卡 他才覺得說小孩沒有被賣掉 對 很誇張 很誇張 寶姆看到這裡臉都要黑了 你竟然覺得我要賣小孩 我對他的愛好像很遲緩 喔你有說過 你說你覺得我對兒子的愛是 柏拉圖式的愛 對精神式的愛 我看著你 我覺得你好 你存在 我就覺得很幸福很快樂 他一旦要我照顧他什麼的 欸那個 我們來找寶姆 我一定要講清楚 這個連結呢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借有一天美好的假日早晨 六點多餵完奶 但我還是很想睡 所以我就把那個 恭喜從他的房間移到我們床邊 一過來之後 度過了那個時間嘛 到早上起來 我就跟他講 你知道嗎今天早上我跟你兒子 有個輸入我們兩個人的時光 很遺憾你沒有加入 就是我跟恭喜而已 喔是嗎 你說的那個時光 我也有啊 你知道那個感覺很像是 在搶一個什麼對象 他對你很普通 所以我也有 大受打擊 但我覺得我不管 我還是要分享一下 我剛剛跟他經歷了什麼 啊他想看我 他就是眼睛這樣炯炯炯的神 看著我 他也不吵不鬧 他知道我很累 他就是看著我 我就是很想睡 可是我覺得好可愛 看看很想睡 看看很想睡 這樣真的不行 這樣我會浪費太多時間 都沒有休息到 所以我就把娃娃交給兔寶媽媽 然後我就睡 是一模一樣的 嗯 你恭喜小兒也是這樣 看著我 對啊 半睡半醒之間 哇 然後我就趕快避解 關閉接收訊息 這就很像我常遇到的服務生 我有需求我要點餐 然後他就剛好轉身 就忙了起來這樣 不對言就沒事了 我就是這種服務生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鈴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好來最後一個 我們之前做了這個 10小時挑戰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 24小時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這句話超難念 換你念 就是10個小時挑戰完之後 覺得自己24小時挑戰沒有問題 你說這個很難念嗎 你說這個很難念嗎 對 10小時24小時 我覺得好難念喔 因為就是覺得自己24小時沒什麼問題 但結果呢 直接陣亡 如果摩合好的話我覺得 24小時也很可以 你有什麼體悟嗎 還是很懷念嬰兒室 就是那個10個小時 畢竟是我整個睡飽之後 差不多累了之後 就請音樂室接手 你就是有得休息 但我覺得24小時 不是這麼 不是這麼晚的 你的睡眠會被中斷 我跟你講它有一個大大烈的事情 想像中是覺得要自己帶小孩 就是覺得我可以 而且我要自己親手 八十把 你要把他就是 每一分鐘 也可以好好教育他 每一個經歷都是我 在任何出差錯的時候 我就可以告訴他 在對的時間指導他 結論是我不行 我大概什麼不行呢 我兩點餵可以 六點餵可以 十點再餵就不太行 就陣亡 然後這時候就有人說 你們應該要輪流啊 呃 我就是有輪流過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舉起子頭想 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行 所以我們才去找保姆 其實你只要能夠幫我餵一餐 我覺得我應該就夠了 但是這個只是自己帶小孩夠 可是我還要加工作 對 你說加一個小時你就可以 那是因為你就可以做全職 帶小孩的工作 對我就可以當全職嗎 可是我們還有工作 這樣就不行 而且為了小孩的發展 我覺得如果有人能夠真的 確實的陪他練習什麼抬頭 看字卡 互動呢 能夠在我們工作中 能夠處理這件事情 我覺得會比較好 結果這一集的重點突然變成 我們有保姆了 不是 這還是打臉的部分 我還是想要自己帶 但是我覺得沒辦法 現實是非常骨感的 其實真的很佩服全職帶小孩的媽媽們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情真的很需要很專注 其實我覺得不管是全職 還是雙線家庭 我覺得都辛苦了 我覺得帶小孩這件事情 根本就是 有時候你很想要這樣的時候 現實不見的允許 你就必須要找一個折衷的方案 所以算了大天最大的臉吧 臉很重吧 不然臉超重的 今天是誰臉比較重 我啊 真的嗎 都是我啊 虎媽你也有一點點 你好像沒有被錄到 用噁心的語氣跟兒子講話我才有 那個是我賴都賴不掉的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因為 我太常拿camera 沒有我有拿camera介錄你 然後我講話都很正常 在我被抓包之後 我就覺得不行你應該也有 我那時候就有很留意啊 拿著想要捕捉一下 可能我平常講話就這樣 嗯啊 所以你就覺得沒差 觀眾會覺得這樣講話很噁心 因為我對你講話之後就已經 我覺得你對我講話的語氣 還比對日式講話噁心 我感覺 我知道要巴結誰啊怎麼了嗎 好啦 今天就是我們那個 打臉實錄 我覺得真的很值得被記錄下來 覺得太好笑了 若干年之後我們看到這個 應該會覺得蠻有趣的 怎麼會以為你自己怎麼樣 面對時間這種東西 大家都不要太篤定 我覺得人生有太多 打臉自己的東西 只是今天特別做這個 生產前與後的這個大打臉 我相信你們也許也有一些吧 可以在下面分享了 或者是 人生其他階段的打臉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 就是你以為的自己 跟實際上的自己的差異 差很多吧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小狼說掰掰 拜拜